现在快到哈尔滨了 要起床了 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窗户边上 都是这种冰霜 现在就差大概20分钟就到了 哈尔滨又回来了 我现在已经回到京里了 但是这一个人都没有 我准备先在这里剪一会视频 现在这里个人都没用 前台也没有人 我没有办法入住 我现在大厅剪一会视频 继续安排一下后面的行程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林 我现在在哈尔滨 对我又从墨河回到哈尔滨了 因为是今天早上的火车干下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 所以我现在要去看一下哈尔滨这边的早市 哈尔滨这边有非常著名的早市 就在比我住的地方200米 所以就看一下 哈尔滨早蛋还是蛮冷 就是 感觉这个温度跟墨河差不多 我怎么感觉哈尔滨比墨河还要冷 因为哈尔滨这里又风 刮不起风了又瘦瘦的冷 还有黑大锅黄大锅 跟东北所有的地方一样 他们送的东西都放到外面买 看一张 每斤六块钱 非常好吃 爹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是啥呢 这是现磨的芝麻油 现磨现卖 好香啊 我们的手机 这里不仅卖吃的 还有卖很多穿的 亏了100元 不要冰箱真好 最好的洞里细皮 好冷啊 好冷啊 好冻啊 宝田大豆翅 你好 这些衣服是新的还是旧的 旧的 旧的 直播呢 你们自己家就是不穿了 拿出来吗 自己家的东西不穿了 这样子 嗯 那像这件大衣多少钱呢 10块钱 10块钱 啊 不会吧 你看看 老货的时候穿啊 对啊 你看看 10块钱一件衣服 10块钱 我再看看 再看看 都自己全旧的 自己家的东西啊 刚才把我吓到了 一件衣服10块钱 就跟不要钱一样 但是那件衣服确实买却不穿 所以这个市场不仅卖吃的卖穿的 还卖旧货 可以把自己家的旧货摆穿 这也是一些旧物件 这橘子怎么卖啊 不关心 你给我收摊石给我装点啊 行行行行行 你不要太扯 给我来一斤吗 这个是 16 16 三中九 三中九十六 五块 五块 就是秤金卖的吗 十六一斤 锅铁找价了吧 十六一斤 十六一斤 这一斤不是一斤 来一斤 买了点 买了点橘子 买了点草莓 这里面25块钱 这个草莓啊 是十六块钱一斤 我觉得样子还可以 这是牛奶吗 牛奶 这这一袋 得煮啊 这牛奶 牛奶 可是得煮是吗 对 得煮啊 烧开去开去 我住酒店 为我卤热一下不行吗 蔬菜呢 大部分是在这种暖房里面卖的 因为蔬菜呢怕冻 早上来买菜的人还真的不少 你们看一下 还有对门菜 这是卖糕点的一个摊子 这个萝卜三块钱三斤 三块钱三斤了 嗯 买萝卜一块五 三斤 这个萝卜可以生吃的 挺好吃的 买鹿子呀 没有 他这半天的环卜钱不给我 这个多少钱呢 六块钱 六块钱一斤 对 这小鱼呢 这六块 又炸的吃是吧 这个是酱鱼吃的 酱鱼 怎么说 这早餿呢 基本上是逛完了 我就买了一点橘子跟草莓 然后待会去找一家早餐店吃 早餿啊 就跟传统的一般的早餿差不多 卖的都是一些蔬菜 水果 还有一些冻的一些食品 还有一些海鲜 鱼肉类 总之呢 我就是很佩服都美人 早上那么人可以那么早起来 逛这个市场 等一下20度 汤都是我真的做不到 好 现在我准备去找一家早餐店吃一吃 现在一早起来还没吃东西呢 在早市旁边呢 就有好多早餐店 我们来随便找一家 我看到这家感觉还可以 古火牙烧饼铺子 传承千年 什么 古火传承千秋鸡 要了一个藤椒跟一个白糖 多少钱呢 6.5 6块5 找多地方了 这家的烧饼 据说是当地人都非常喜欢来吃的 就买了 因为来的晚了 但剩下的没多少了 我就买了一个藤椒味的一个摊的 回去试试一下什么味道 这两个买的是6块5 哎呀 回来了 这个青旅啊 真的特别推荐 不要看环境 环境就是差不多 但是呢 特别有人味 这个青旅 你们记得一下 哎 哎 哎 回来了 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回来在屋子里面吃一下 这个饼啊 特别的酥脆 哦 哦 好吧 你们去厨房吃啊 嗯 还没吃到鲜料 真的很酥脆 很酥很酥 我吃的一个这个应该是白糖口味的 吃起来又有黄油的味道 嗯 嗯 再来吃到这个藤椒味 嗯 它是里面有这个馅料 哇 哇 里面是肉馅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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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好吃 嗯 嗯 它这里面的肉啊 超级多的 看一下 总的来说呢 白糖口味的非常的酥脆 而且不是很甜腻 淡淡的一丝丝的甜 藤椒口味的里面的鸡排啊 非常的实在非常的多 而且外皮也是酥脆的 里面的满满的肉馅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评论转发下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 这个哦真的 你们一定要来尝一下 真的好吃哦 拜拜